Hello, 我是Vincent 今集我想分享給大家知道 在英國裏面住house 做業主 你會遇到一些煩惱 無論你住新的屋也好 或者住一些很舊的屋也好 你或者有些 跟我類似的情況會相似 今集我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在英國這裏 在倫敦這裏住house 我這間屋是很舊的 1938年到現在 我是2014年搬來這裏住的 我們做業主有什麼煩惱 我今集就分享給大家 有幾樣東西想讓大家知道 事不宜遲, 立即去片 希望大家如果盡量的話就看廣告 因為廣告對我們這個頻道 這個營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幫助 如果廣告開始的時候 不要緊, 你可以去洗手間 或者洗杯咖啡 就可以遊玩 因為對我們頻道的營運 是有一定的鼓勵的 OK, 現在就正式去片 這裏是平時我看電視 我看電視的地方 很喜歡這個部份 這間屋裏面 我們有一棵聖誕樹 大家見過 這個部份有我的音響 有我的電視機 LED TV 其實這部電視機也很舊 只有50吋左右 其實我經常都想買大一點 這部電視機50吋 我最初一看我就覺得它OK 但看起來就覺得它小 為什麼我不能買大一點呢 因為大家留意 這個電視機 這個Chimibress 是煙通 這個煙通 因為一間屋有兩個煙通 這個煙通 你看看 幾位厚 超厚 我是很不滿意 這個煙通 Krissy 如果這個50吋的電視機 放在這裡的話 我可以買大部一點 是不是 我拆了它 我可以放到55吋 60吋 或是65吋 甚至乎到70吋以上 都可以 我放到有盡這個位 因為這部電視機是實心的 OK 是實心的 所以我可以放幾大部也好 我釘到這部電視機是沒有問題的 我很建議大家如果大家買舊樓住的話 記住大家如果住舊樓的話 你見到這個煙通 一定要向Council申請就行 申請它一定會批你拆 你拆的過程 它是派人來 看你怎樣拆 但是它一定會給你拆 裝修師傅打個假給我 一間屋有兩個煙通 兩個樓下 兩個樓上 拆完的兩個煙通 都是3000磅左右 今時今日 這個東西真的拆掉了 那些傢俬是好擺很多的 那些傢俬 我有一個超低音 大家都見到 這個是超低音 很大的 這樣 還有我們舊樓有個好處 那一部牆很厚 隔壁說話你聽不到 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新樓 你隨時如果黏住隔壁左右的話 你會聽到隔壁的電視機聲 但這個就不會的 是非常之硬正的 我們那部電視機是可以拉出來的 是啊 我這個電視機拉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這樣的 我拆出來 OK 那麼 轉過來 我們平時 吃飯 就坐在這個吃飯廳那裏 一邊吃飯 就這樣打側頭 就看那部電視 是很方便的 是呀 好正 好正的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大家買屋 你留意一下 這樣 釘到牆壁上 那部電視可以 零左零右 是非常之好 是呀 現在拍起來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 在梳化上直接 看 是呀 吃完飯了 回來了 OK 我們就可以坐在這裏看電視 一部電視機 有兩個用途 零左零右 又移出移入 這間我是1938年的設計 到現在 這個東西 我們有點後悔 當時 我拆了它 很厚 很厚 大家看看我的手 是不是 超厚 我們那時去曼城 禮物浦看 很多舊樓都有這個東西 我就拆了這個東西 接著這個 這個Fireplace 就可以拍到牆壁上 這個Fireplace 是我們買的 Krissy 是嗎 是啊 是啊 我開給你看 有眼燈 是不是 好正的 這個是暖爐來的 真的是暖爐來的 是電暖爐來的 但是它做到的效果 好像是火的 它maximum 有2000W 是啊 這個東西是很值得買的 買個類似的 大家有便有貴的 這個Fireplace 我們買回來都是幾百磅 有些是 甚至乎是用一些 木料去做 亦都有雲石做的 我見過雲石做 可以去到幾千磅 很誇張的 裝了這個東西住house的話 是很有英式味道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是我很喜歡一個 我家屋裏面其中一個 一個feature 是的 我這個廚房是很舊的 由我2014年搬進來的時候 我是沒有裝修的 這個廚房 煮食的用具都是我添置的 廚櫃全部都是舊的 洗衣機當然是新的 是我自己買回來的 其餘那些都是舊的 這個焗爐也是舊的 這個是屬於 明火煮食 也是舊的 大家見到 上高的絲領全部都是舊的 我甚至乎這些位置 我曾經因為 買回來裝修的時候 我沒有油到油 因為曾經漏過水 我去年找人製造過來的 我沒有油到油 因為我油來到 沒有意思 因為我 希望 一次過 將來能夠儲到錢的話 這個廚房 我就將它變為 一個洗澡房 現在還存錢 因為很貴 你將這個 廚房變為 洗澡房 OK 廚房我會去哪裏 我會申請擴建 跟Council 申請擴建 就在4米左右 我心目中想起4米 推出去花園那裏 但要申請的 要跟Council 我要找一個畫織師幫我畫的 畫了那個 4米廚房 推出去 找畫織師畫了之後 他幫我申請 我才再找這個 裝修師傅 幫我打架 大概多少錢 就想推出去 這個是我將來裏面 一個很想做的 project 因為我想留下多個洗澡房 所以我這個 這樣的範圍 我就沒有搞 所以 希望將來一次過 就做了 這件事是我一個 很大很大的 project 我想做的 我這個是用 Combi Boiler 是2014年的時候 我買的 雖然是舊模特 但他還是 非常之 Efficient 你一開著 就很快熱 整個家裏的暖氣 很快就熱 很夠力 這個我是找 Britus Gas 幫我每年 去打理 我簽了contract 跟Britus Gas 如果我有什麼事的話 我call他 很快就派人來 幫我去 處理 維修 這樣 這件事很值得 推薦給大家 整個 Combi Boiler 再找Britus Gas 幫你打理 這件事是 一定要的 因為萬一你沒有暖氣 忽然之下沒有暖氣的話 你call人也不是馬上來的 但Britus Gas 他很快就 幫你 過來幫你看 或者維修 這樣 這件事 售後服務是很好的 我現在就走出去 花園 給大家看看 OK 先 有雙鞋 放了 在這裡 其實大家應該見過 我拍Live的時候 有一次我拍Youtube Live 我拍過這裡 這個花園 那個屋子我不喜歡 很久了 這間屋子存在了多久 那個屋子就存在了多久了 大家看到這個玻璃屋 脫皮脫骨 後面那個是車房 連著磚頭的部份是車房 很舊的 你想想以前1938年年代 就蓋過這樣的車房 對不對 今時今日 你放一輛大一點的車 也放不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 可能以前那些人 開Mini 是不是 以前年代的Mini 很小 那就拍了進去 我就不愛他了 希望明年 就拆了他 找專業人士 拆了一個石棉瓦 上高的石棉瓦 拆了他 整個部份都不愛 找人拆了他 丟掉他 買過那些 不需要1000磅 樓下的Chef 就放在這裡 我用來擺我自己的垃圾 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就放進去 這個東西 希望明年我就做了他 拆了他 還有一件事 我想分享給大家 知道 因為我花園 經常有狐狸 走進來 走進去花園休息 我就 不會說廣絕他 他喜歡休息 就休息 但是 為什麼我會 三袋 三袋 OK 還有那些紙皮 那些都是垃圾不愛的東西 我是不能扔出去的 因為我們沒有垃圾桶 我就 迫著要放在廚房 我沒有地方放 一定要放 因為現在鎖定了 垃圾也多了 多了在家吃東西 多了在家煮飯 因為三餐都在家 基本上我們除了出街買菜 都沒有地方去 變成垃圾就多了 食物的垃圾多了 變成我就 積存了在家 一個星期 我們才是扔垃圾一次 扔出去 等counsel 有輛垃圾 有人幫你拿走垃圾 我就不可以這樣 拿出街 現在不可以 所以變成我有垃圾 積存在廚房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 煩惱 三袋垃圾 這一袋 不算 這三袋 就是扔去 我們的 那個叫做 household household 這袋 好 剛剛就扔了 那三袋垃圾 進去這個部分 是指明要這個部分的 剛才我扔了幾袋垃圾 在下面這一圈 垃圾牆就是這樣的 還有一袋 這個是紫皮 我要扔去 紫皮那邊 我扔下去 全部都是紫皮的 這一圈 我們這裏是靈 我們這裏是零瓶多狐狸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現在狐狸和人類的關係都很密切 基本上他們以前只是晚上才出來 現在 很多時候 日和夜都要出來找食 因為肚子餓的關係 對呀 日後中經常都看到有狐狸 現在還要是不怕的 對呀 之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 因為封城的期間 我們經常都要煮食 變成我們積存了那些垃圾 不夠膽 拿出去 擺出去 那個門口 我們不夠膽 我們市政局council 每一個星期來收垃圾的時候 它是來收一次的 我們不可能就買個垃圾桶 接著放兩袋垃圾 塌上垃圾桶 因為最多就是讓你放到兩袋 我們現在的廚房 三、四袋垃圾 你不可能放那麼多垃圾上去 變成它會咬爛那個垃圾袋 我們CCTV Capture到那隻狐狸 可以早上凌晨時間 但是大概四、五時 就在這裏 捏爛垃圾袋 看看有沒有東西吃 它捏爛完發覺沒有它 就走了去了 非常之橫皮 Council 6時 過後就會來收垃圾 所以最好就是什麼呢 如果有狐狸這個問題 要是 5時半左右 才可以拿 那袋垃圾出去 晨早流流 是呀 晨早流流 5時多、6時 你才拿袋垃圾出去 天堂地凍 你走出去 放袋垃圾 接著走入屋 是非常困擾我們 但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這區 Bowler 是沒有垃圾桶 你可以自己買一個垃圾桶 放兩袋 應該可以的 但你放到第3、第4袋 它不行 它放不了 是不是 這個問題 困擾著我們 那沒有辦法 是不是 所以 為什麼我們 拍條片 我們走去附近 我們的Council 它指定的範圍 裡面 是扔垃圾 可以扔任何的垃圾 你只要 是出示你的居住證 你就可以扔垃圾 是呀 因為有些Bowler 是不准你扔的 如果你出示不到 你證明的地址 那張卡 而我們這個Bowler 如果你出示不到 你將Residential Card 你是額外要付錢的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按個like給我們 以及分享這條影片給你的朋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 以及按旁邊的小鈴 你會收到每一條影片的通知 以及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以及Facebook 你會收到我們最新的動向 有什麼想問我們的話 下面留言給我們 好,多謝大家收看 Thank you 多謝了,下次見 Bye bye Bye